喜欢日本文化的朋友有福咯 高雄电影馆在7月份 不但准备了一系列的日本电影大师 小田正浩的八部经典作品 在7月1号更提供了30套的日本御衣 要让影迷来穿着体验 接下来呢 还有七位线的演奏活动 要让哈日族感受到浓浓的夏季恋爱氛围 享受夏日的美好 穿上日本御衣绝对最浪漫不过 高雄电影馆馆长刘秀英 在日本新浪潮电影记者会中 难得换上和服 化身气质十足的东洋美人 自2013年就策划日本新浪潮的高雄电影馆 6月30号这天终于在文化局长引力 与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所长 中俊锦藏的见证下 共同拼上最后一张小田正浩大师拼图 电影馆长年对日本的影像美学不同的导演的一个文化探索 那透过这次的活动呢 其实是把整个新浪潮的 日本新浪潮的这个电影的影像美学 几个代表性的导演 能够在这一次做一个完整的呈现 最近在台湾很受欢迎的就是一个深夜食堂 这个电影好像也很受欢迎 那我个人喜欢的日本电影的话 是三田阳次导演的 《以太郎男人真命苦》这个系列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系列的电影 今年绝爱日本小田正浩的大和服饰会 策展人表示这次精选的大师电影 不仅超出预算与日本东宝片商交涉 更以高规格修复技术完整重现少年时代 暗杀 极细阳中吻红我的脸 等八部小田正浩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 高雄市电影馆这次获得日本台湾交流协助的合作 我们特别从7月1号到7月14号策划了 小田正浩导演的一个专题的回顾展 从日本空运栏台发支珍贵的拷贝16场次 在电影馆播出 除了在线以系列日本新浪潮电影 高雄电影馆也在首播的7月1日准备30套绝美日本寓意体验 以及多个夏日祭典活动 我们在7月7号当天 也就是日本的七夕情人节 我们在电影放映前也特别邀请了传统的三位线的导龄 让民众朋友在看日本导演的经典代表作之前 也能够来聆听三位线的一个演奏 继1990金马影展为小田正浩 绘画导演专题之后 高雄电影馆特别选在同样正职世代交替的台湾社会 回味那同样叛逆充满前卫作风的日本电影《黄金时代》 港都新闻李嘉隆 罗绍军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